大师组的首败很快就来了 伊斯达2比3输给微博 花海的3000杀成了里程碑 坦然也激励了 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伊斯达这一次年总租借的是星恒 但如今的星恒早已比当年的冠军别落差太多了 他的曹操整局比赛对后排的威胁都不大 对位子墨没占到便宜 决议的发挥也不怎么样 此时很多粉丝肯定在质疑伊斯达为什么当初不租借小九 这个问题恐怕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第二局花海选出了自己的招牌篮 但是并没有拿下胜利 距离3000杀还差一个 这个成就终于在第三局完成了 也成为了KPL历史上第一个3000杀的选手 不过这一局的MVP是坦然 输了中分头的坦然仿佛找到了初登赛场的自己 这一手马钞非常丝滑 也是帮助伊斯达扳回了一局 第四局站出来的依然是坦然 乔西这一次的孙上香打得很好了 想切死他真的很难 最后一波团战怎么看 都是觉得威博要赢了 但紫阳关键的敦草大闪 坦然也是一闪跟上 终于是切死了乔西的孙上香 随后狂铁收割战场拿下三杀 也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 花板楼的人设是立住了 可决胜局的伊斯达打的是真差 前期轻荣的西施把凯拉到了萌亚面前 决意就此送出了伊雪 坦然的达摩尝试过敦草找一波机会 但是一切都被紫末尽收眼底 被发现的时候坦然还吓了一跳 逆风的伊斯达打得非常被动 一只坐牢坐到了最后 真的很不像是他们的作风 这个书法也让粉丝看得很难受 伊斯达成了大师组第一个翻车的队伍 这个结果倒不算意外 毕竟微博也是精英组里面实力比较强的那一个 大师组要前四名才能直接晋级 输了一场比赛的伊斯达怕是不太乐观了 好